哎呀这个节目呢我们要为观众梳理一下呀 这个层出不尽的中美的热点新闻啊 那么我们的标题呢就叫做这个美国的这个鹰派呀对中国越来越硬 那么中国的这个习近平呢还要不要退路啊 为什么要讲这个对比的一个问题呢 因为我们一方面看到美国出台了很多制裁中国的啊这个措施 那么我有一个词我叫雨点般的制裁啊 那么另一方面呢中国的那边呢发出了一些似乎是求和的信号啊 那么他求和那么就我们想到习近平还有不有退的地方 这是我们今天讨论这个问题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啊原由 好了小龙啊你这个也在关注这些问题啊美国最近对中国的这个制裁啊 你看出啥问题出来了啊 昨天这个香港的那个制裁已经出来了啊 你你先谈谈你的感受 好我觉得啊这个为什么现在美国突然对中国采取一系列的反制措施 而且是各个领域里到处开工 比方讲这个前几天这个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在一个智库演讲 讲了两个多小时他披露了大量的中共的这个间谍在美国的案例 嗯说一共两千多例这个说是比过去几年增长了百分之一千三百 这听起来有点吓唬人 原来是说一千个例原来是说一千例 现在一下子就变成了两千五百例左右 对他说是一千例是这个正在办的还有一千例是正在调查的 嗯另外呢像在南海美国正式发表声明完全否认中共 这个在南海公海领域里面造人工岛然后建军事基地 再就是美国航母编队直接开到南海的靠近菲律宾那边 这个进行军事演习 这是表明说这块地方我们根本不承认你是你的控制区 这是公海 还有对香港国安法的制裁 那么最新的是川普已经签署了这个对香港的这个法案 那就是香港的一系列过去美国给予的优惠待遇全部取消了 嗯 另外现在对新疆的官员制裁 还有对抖音对微信也可能制裁 那么听起来是美国不但是到处四面开工 而且看起来越来越硬 而且还有一个最新的这个 今天这个蓬佩奥宣布这个华为等参与 警方人权的中国科技人员不得进入美国 嗯 这个应该是一个最新的 对我们可以预期啊后面还会跟更多的 就是就是几乎可以说是只有我们想不到的 呃没有我们看到呃从来这个怎么说就是我们看着熟悉的 就很多从来你想不到的领域 现在美国都开始制裁 这个哪些想不到你给大家介绍 嗯 那么我先想讲一下 我先不介绍想到想不到哈 因为我后面接着就会讲到 我先讲一下就是因为我其实我把他们来一下 嗯 发生的这些这个这些制裁措施 你要是把它归一下类 你就发现其实是四个核心领域 四个核心领域 但是是什么方面的核心领域 那么我现在就要讲 嗯 我觉得之所以我们看着美国的制裁养花缭乱 其实他一点都不乱 嗯 关键在于啊 我们对这个我们看的眼花缭乱的原因是我们不熟悉 那么为什么不熟悉呢 就是今天的中美关系好像和过去的关系完全不一样 那么 这也就是说今天的中美关系不再是旧的中美关系的延续 就是和去年以前旧的关系已经完全的 这个那一页翻篇了 嗯 现在是中美冷战已经开始 关于这一点呢 就中美冷战开始啊 我和小平在这个节目 明镜编辑部节目已经在几个月前就开始讲 那么现在看来呃我们讲的不错 就是说中美两国其实已经进入了冷战状态下的逐步升级阶段 冷战状态下的升级阶段 嗯 对 逐步升级 现在的措施就属于逐步升级 而且是你看着东一郎都吸一棒子 实际上都是在逐步升级的各个核心领域里的逐步升级 嗯 那么我们都知道以前川普经常讲习近平好话 那么美国也有些人呢骂川普 说你为什么讲好话 其实过去川普始终保留着和习近平 直接接触的空间 嗯 那就是在双方还没有完全翻脸之前 继续保留一个元首外交的通道 嗯 看看能不能设法画一些摩擦 寻求解决问题的通道 嗯 但是现在川普在这方面讲得很明确 他说就是说他变了 他现在说我不和打算和习近平有什么通话了 也就是说这中美的元首接触或者是元首外交也翻篇了 之所以如此 我记得以前我们在节目里讲过就是 为什么美中冷战会爆发 那就是因为中共今年军事上的三个行动 这个我们在节目里好像几次提到过 我就再重复一下 简单提一提 就是第一个是中途岛中国的三军演习 就是海军火箭军和空军在那里演习 目标是指向美国的太平洋舰队 第三舰队 那么第二就是这个南海在公海领域中共建了一个掩藏这个针对美国的弹道导弹核潜艇的他们叫做深海堡垒 这个中共宣布的这个堡垒正式运转 等于是用深海的深水来掩护藏在里的核潜艇用它来威胁美国而且明确说了 第三个行动就是最近刚宣布的中共对美国的太空站完成部署 那么这三个行动也是逐步升级都在军事领域 中共现在一步一步升级 最后升级到说当把太空站部署完成之后 中共直接宣布说对美国可以任何地方实行精确打击 叫做一旦致命 这样的话就点燃了直接点燃了中共对美国的冷战 那美国发现说呢事实上在中共这个冷战威胁下 美国除了应战没有选择了 所以冷战正式开场 那么冷战一旦正式开场 那么国家元首的直接通话和接触呢就成为过去时了 因为冷战状态下外交只是虚与为宜 只有当双方出现重大的危机状态 就是说可能导致双方的军事方面的摩擦 由冷战转为热战的危机状态的时候 双方才可能就热点话题直接沟通一下 那么这样就还要讲一下这个什么叫冷战 就虽然这个话题我们以前也讲过 我想今天稍微再重复一点点 因为也许我们有不少观众以前没听过这个 我们介绍冷战的问题 就地球上一共发生过两次冷战 就是美苏冷战和现在刚开场的中美冷战 这两场冷战呢都是共产党政权发动的 那么根本原因就是红色政权的民主恐惧症 还有红色价值观的全球征服目标 那美国作为最强大的民主国家 那就始终是苏联和中共的敌人 那么中共一直是致力于在经济上和军事上形成 能够威慑美国的压力 希望这样来奠定中共支配部分世界的基础 这始终是它的终极战略目标 中美冷战就是由这样产生的 那么这两场冷战 美苏冷战中美冷战呢 都可以归纳出八条规律或者是八个特点 我先讲一下前面五个特点 前五个特点 后面三个特点的关系到美中关系的未来 前景 我们后面会讨论 现在你先不讲 我先讲五个特点 前五个特点 第一个就都是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和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对类 第二个特点是冷战都是社会主义国家发动的 第三 社会主义国家发动冷战原因都是民主恐惧症 都因为害怕民主制度对国民的吸引力 所以对最强大的民主国家美国永远都充满了敌意 第四个 社会主义国家的红色价值观有全球征服目标 要用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 那么这前四个特点 在苏联和美国的二战以后的这个冷战历史当中 都给出了答案 那么在中共方面呢 从老毛统治时期的中共的国际关系战略当中 你也能看到答案的 我上个星期在这个 就这个星期在我们这个经验明镜电视的 《经验很正经》节目刚介绍过这个 就老毛准备发动这个解放全世界 占领全世界的世界大战 为此我还介绍了一首红卫兵 响应老毛号召写出来了一首长诗 到今天还在国内流传的 叫做《献给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勇士》 那几期节目里头比较详细介绍 老毛的这个征服全世界的野心 这首死的老一辈都知道 你这个讲做了这个节目之后 有一个老同志就发给我说 小龙说的这些东西 让他们想起来了 所以说不到你的节目 但是很多年轻人不知道这个东西了 对 所以我星期一晚上的时候 我是很用朗诵的方式 把这首长诗二百几十行 五大段整个的朗诵了一遍 因为它的整个气氛 你听完了以后你会发现说 这个老毛营造了那个占领白宫 是最后的目标 这些话 而且这些这个意图 在这个诗里充分体现出来 然后你会发现 原来中国人当年很着迷于占领白宫 消灭美国 那么我在讲第五个特点 就是中苏两国都是最大的共产党国家 都有相同的民主恐惧症 对冷战有不同的选择 就是说同样是害怕美国的民主制度 但是中苏两国对冷战的态度 立场是不一样的 苏联相对比较冷静 那么最后选择放弃冷战 而中共是韬光养晦30年 稍微有点技术和经济基础 他就忍不住要发威 那么我也顺便预报一下 下个星期一晚上 我就要来谈这个问题 就是为什么中苏两国 这个冷战的国家战略 是完全不同的 中共为什么选择 现在这种国家战略 以至于我们看到 现在美国是 这个对着中共好像一通乱打 那是不是一通乱打呢 其实不是 冷战它既然是共产党国家 逐步在几个核心领域里 不断升级造成 那么美国的应战 也会在核心的领域里 不但展现出来 那美国之所以 现在显得越来越硬 那是因为它有美苏冷战的经验 知道在冷战中 如果要应战 就需要在核心领域里 采取回应行动 那么我从一开始就在讲 冷战的有几个重要领域 现在我给它解释一下 就什么是冷战的核心领域 就冷战是两个国家之间的总体战 不是一个单方面的 外交上打口炮 或者是这个政治上互相对抗 外交不是冷战的核心领域 只是一个辅助手段 冷战的核心领域是四块 军事对抗 谍报对抗 经济对抗 政治对抗 那这四个核心领域 哪一个最重要 哪一个次要一点 哪个最排在后边呢 就是我刚才念这个顺序 最重要的是军事对抗 其次是谍报对抗 第三是经济对抗 第四是政治对抗 这四个核心领域就按这个顺序排列 那么如果在这四个领域里 对抗一旦升级了 最重要的一点是 基本上不可能全面退回到原点去了 而那么如果在这四个核心领域 对抗持续不变 外交上的辅助手段 是无法化解核心领域的对抗 这就是美国越来越硬 其实你仔细分分类 你会发现说 你美国采取的反制 或者这个对中共的这个冷战的挑战的 每一个反制措施 都可以落在这四个领域 军事谍报 经济对抗 政治对抗 那么在这四个领域里 究竟中共还能不能退回去 这是我们下面会谈的问题 这是有意思了 你把它梳理一下 就是这个核心领域的冷战的四大领域 那如果一旦开展的话呢 通过外交途径去化解 是退不回去的 这是一个有趣的一个观点 那么我们现在就可以看到 现在这个中美这个出牌 一方面是美国越来越硬 刚才你已经梳理了一下 这个最硬的这个信息 从FBI的局长 哈德逊研究所的演讲 披露中国的间谍信息 南海的最新的军事声明 这个香港制裁 新疆制裁 微信抖音制裁 华为制裁等等一系列 那么在这样一种背景之下呢 我们可以看见 北京啊 他发出了一些信号 那么这些信号呢 我们基本上可以理解为 是外交信号发出来的啊 那个你看看啊 比较有影响的是 外交部副部长啊 岳毅宇晨的一个讲话啊 外交部部长 王毅的一个讲话 还有傅颖女士的一个讲话啊 这三个人呢 全部来自外 全部来自外交部 然后呢 这个 王毅和傅颖的讲话呢 都来自于啊 中共 公共外交协会 和这个 美国的一些专家 你看这个陆克文啊 这些人啊 在一块举办的 陆克文是澳大利亚的前总统 对啊 他现在在美国为活动基地 他在哈佛好像是 主导亚洲协会 好像是亚洲协会 开了那么个会啊 所以说 这三个人 全部发出了类似于这个 要求缓和的这个信号 啊 我们那个导播的 一会儿会把这三个人的讲话 啊 链接的信息呢 啊 发出去 那么同时呢 我们也可以看到 美 美国对中国的强硬之后呢 中国也进行了 几乎是以牙还牙式的 这个 啊 还击啊 这个 当然了 有人说 那个你这个没有牙啊 也这么说 但中国死无前列的 采取了一些反击的措施 比如说 制裁了美国的四位议员啊 啊 在这个美国宣布 制裁了新疆的那些官员之后 中国死无前列的 宣布制裁了四位美国议员 那么这一次香港的事物 啊 这个 最新动态呢 中国的外交部发言人呢 又说 如果美方一意孤行 中方必将与坚决回应啊 所以我就不知道啊 这个中方如何坚决回应 似乎也在准备 牙还牙 所以你怎么解读 这种矛盾的信号 我先解释一下 你刚才讲的这个所谓求和的信号 反制的信号很明显 中共最近也同样 几乎是美国反制一下 中共就立刻升级 再一拳打回去 就你打我一巴掌 我就给你一拳 一拳不让 就没有说双方打空拳的 一拳出去对方 就跟打架一样 就绝没有说光挨打不回手的 那么我就不谈这个双方的这个打架 我就来谈这个求和问题 就你刚才提到 就往中国现在的外交部长王毅呢 是7月9号在这个外交协会和美国亚洲协会 共同举办一个叫中美关系视频对话 我说错了 这个7月8号是中国副外交部长 骆宇成出席外交协会和美国亚洲协会 举办了一个中美关系视频对话 他这么说的 说中美原有的沟通对话机制 不能弃之不用 我们还要创造新的对话方式和渠道 能合作的尽量合作 一是不能合作也要尽量管控 建立各种预警应急挫伤机制 确保中美关系不失控不脱轨 随时可以恢复和重启各层级各领域的对话机制 能合作的尽量合作 那么看得起来呢 北京方面的姿态啊 按这个外交部副部长的话呢 好像显得摆得很低的 那么第二天7月9号是举行了一个 就中国公共外交协会联合北京大学 还有中国人民大学主办了一个视频的论坛 叫做中美智库媒体视频论坛 出席这个论坛的有外交部长王毅 美国的基辛格 还有澳大利亚的前从李陆克文 那么在这个会视频会上 7月9号视频会上 王毅就外交部长 他演讲的主题词叫做守正不移 这意思是坚持正确的道路不改变 那听起来这就是不让步 所谓原则立场不改变 但是王毅同时表示 我愿重生 中国从来无意挑战或取代美国 无意与美国全面对抗 只要美国愿意 我随时可以恢复重启各层级各领域的对话机制 任何问题都可以拿到桌面上来谈 任何分歧都可以通过对话 寻求妥善处理 同时只要美方不设限 我们也愿意积极推动两国各部门 各地方各领域的交流互动 让两国人民更加互相了解彼此认知 那么也是在这个会议上 前外交部副部长傅盈认为 现在中美关系确实进入一个建交以来十分困难的时刻 有人甚至说是至暗时刻 那么傅盈给了一个更加阴暗的预测 就是中美关系现在可能还不是最低谷 那就说未来的情况比现在还要糟糕 这个貌似好像是这个求和的信号重要不重要 其实我觉得不重要 不重要 为什么呢 因为在冷战的刚才讲的四个对抗的领域里头 军事 谍报 经济 政治这四个领域里头 外交部只能谈两个领域 那就是经济 政治 我刚才前面谈到这四个领域 排在最前的最重要的是军事和谍报 然后排在后边是经济和政治 也就是说对这个军事和谍报这两个领域 是对抗的升级 外交部的官员不但完全不了解军事和谍报 这两个领域中美对抗的背景和步骤 也没有资格插嘴 也就是他们只能谈谈经济和政治 那么如果前两个对抗 就经济谍报领域的对抗一直在升级 那么后面的对抗是必然的 也就是说他们讲什么都没用 这有意思啊 就是军事谍报这两块 他也是这个外交部够不着的范围 他如果我估计啊 经济和政治这两块 他能够得着也是不错的了 估计连这块也够不着 对没错 实际上是这样 对啊 这个我觉得非常奇怪 因为外交部在这个方面呢 他们很多时候上 他扮演的并不是一个实质外交 他往外上他是一种舆论 所以说我特别纳闷 你就是为什么这些信号 全部都是通过外交部来发出 那么美国实际上看到了这个问题 所以说你甭给我来谈 他把杨洁茨给拽来 他说你才是真正负责这个事情的人 那才是这个值得谈判的一个对象 那所以说我就不知道美国这边 对这些外交部这些官员 跟这个陆克文这样的一些人 开会发出来了信号 美国是怎么一个态度 我的感觉是这方面呢 美国自己有这个当年对苏冷战的经验 他们很清楚知道 那马上就是个戴着白手套 大家哈哈哈哈 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 因为在冷战问题上 谁说话算数 两个部门 一个军方 一个克格勃 那么在中美冷战这个过程当中 两个说话部门 就是一个解放军 一个是国家安全部 还有军队的情报部门 只有这两个部门说话才算数 所以外交部甚至连这个插嘴的份都没有 一边你去你只要问军方 外交部说最近中国在南海 采取了某些行动 或者是到了这个太平中途岛演习 请你介绍一下详细情况 外交部肯定说 这个我们不掌握这方面的情况 因为他真不掌握 我后面会讲的 就是根本就不是他们可以过问的事 这是有意思的 那么你怎么样来解读这样一种进退两栏的 一方面要牙还牙 一方面又是种出核 很多人看不懂 到底北京想看到美国硬朗 北京想退吗 还是你怎么解读这个信号 那么我想先说一下 如果中国和美国两方硬对硬这样下去 冷战不断升级是什么结果 那么我现在就在这方面稍微简单说一下 就是因为这个现在下面讲的这都是预测 但是这预测是根据上一次冷战 美苏冷战总结出来的经验教训 那就是这个冷战的第六个特点 那就是只要是发生了共产党最大的共产党国家和美国的冷战 最终都是以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失败而告终的 那么发起冷战的共产党国家之所以必然失败 是因为它的制度特征决定 这是从苏联得出的结论 那么第七个特点是两场冷战发生之前 美苏之间美中之间都曾经存在过所谓的蜜月阶段 而给蜜月不断提供润滑剂和礼物的总是美国 但美国最后都发现自己老是在培养壮大冷战的敌手 这个呢我在前一个星期的就上个星期一的 就是这个星期的前面一个星期的星期一 今夜很正经节目特别讲这个问题 就是美国的为红色老虎的政策延续了 和美苏之间延续了四十年和五十年 中美之间延续了四十年 这就是所谓的蜜月 蜜月是以美国为红色老虎来延续下去 那么最后第八个特点就是 尽管美国在冷战开始的时候往往准备不足 但是一旦进入冷战状态后 美国会发挥其制度优势 对冷战对手产生巨大的压力 所以这三个特点 我刚才讲的第六 第七 第八这三个特点 我们是可以今后用来帮助分析中美关系前景的 那么刚才你提到说 既然是外交部提出了这个这些说法 好像是要这个放低姿态 那么这其中有没有点道理 我注意到这个外交部前副部长傅盈 有一个说法很有意思 他说的是中方面临着如何做出回应的问题 就是说他其实这个话讲的是正面表达 但是潜在的意思是对现在冷战升级表示不满的 当然你要问傅盈本人 他肯定不承认他有不满 但他的话是这么说的 他说他们指的是美国 说他们往这个方向推 我们和他反抗斗争的过程中 实际上是在加快这一走向和对抗的节奏 那么另一股力量是他说的 另一股力量是相对理性的不主张放弃有限接触 督出中方修正自己 这个方向看似理性 但是顺此发展下去 不能排除美方会持续提高要价 将经贸科技领域的合规压力 外溢到政治和安全领域 他刚才傅盈刚才讲的这段话呢 我认为他的判断是对的 为什么 因为他无意当中触及到了当前讲 前面我们讲的这个冷战的规律 但是就是说他注意到了 这个冷战正走向一个 不断升级的一个自然的过程 就是双方打架 你一拳我一拳 总有一拳打中了 对方回你更重的一拳 然后越打越凶 这第一 另一个第二方面 如果说要是和缓 要是这个谋求退让 那么退让的代价太大 这就是冷战没有办法 这个降级的原因 所以他这个判断是对的 就他注意到了冷战升级和 升级容易降级难这个现象 但是我要说为什么他们讲 外交部讲的话什么都没什么用 原因就是他没有资格提出 解决问题的决策建议 因为那个是最高决策层 内部的政治较量 搞不好是会发生政治地震的 为什么呢 我们还从苏联冷战的一个过程 我讲一点这个当年的故事 你就能看出来了 什么叫做冷战处理不当 会发生政治 就共产党国家会发生政治地震 就苏联1956年 苏共二十大之后 赫鲁晓夫提出了一个叫做 中国把它概括成叫三合两权政策 三合就是跟资本主义国家主要是美国要和平共处 和平竞赛和平过渡 和平过渡指的是要让资本主义国家和平的过渡到社会主义 这话的意思我不去征服你们 不像老毛那样要解放美国 要占领美国 他说的是我们让你们美国自己过渡到和平社会主义去 就让你们美国走我们的道路 那么所谓两权 三合两权的两权指的是苏联的党 共产党是全民党 不再是什么无产阶级的政党 还有苏联是全民国家 也就不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 这一套后来都被老毛给批判了 批得很狠 后来赫鲁晓夫这套政策 到了格尔布娇夫的时候被部分采用 但是赫鲁晓夫这些政策主张 就刚才简单讲概括的叫三合两权 这些主张和马克思主义 列宁主义还有斯大林主义 完全是背道而驰 那么正因为这个背道而驰 那么想稍稍改变一下 对美国的这种冷战的策略的 这个赫鲁晓夫很快就被党内认为 是有让步投降的议论 就出来了 那么赫鲁晓夫可能也因为面对这种 说他对美国太软了 然后他就鲁莽地制造了一个古巴导弹危机 就是他在这个19好像是59年 用货轮把一批带核弹头的导弹 运到了古巴 在古巴设立了导弹阵地 然后由苏军操作把导弹头直接对着美国 那么当时美国很快通过飞机侦察发现了 发现以后 肯尼迪最后下决心 在公海上封锁这个古巴 把苏联的货船拦截住 强行检查 你是不是上面装有核弹头的导弹 那么如果发现了 不许苏联轮船继续开完古巴 那么这种情况下 最后苏联是发现这个因此很可能和美国发生打仗 发生热战 所以在美国的反制之下 苏联被迫退让 结果呢 这个退让也引起了严重不满 在苏联高层当中 然后几年以后 苏共的高层其他人找了个借口 趁着赫鲁晓夫在黑海边度假 搞了个政变 就把他给撤了 那么赫鲁晓夫下台以后 苏共又回到了斯大林模式的 那个美苏冷战轨道 就对美苏强硬 那赫鲁晓夫的遭遇 后来高尔布乔夫照样体验了一遍 因为高尔布乔夫在推动这个 对美缓和追求全球和平的 这个政策的过程当中 同样遭到了苏共高层的反制 然后也同样是在他到黑海度假的时候 这个著名的819 就是1991年8月19号 苏共内部的保守派发动政变 然后这个政变导致了最后 这个双方摊牌 这个苏联民众多数都站在 格尔布乔夫这边 然后苏联最高苏埃宣布 苏联共产党为非法组织 苏共就这么完了 那么习近平是对这一点是非常熟悉的 两个人的下场 一样的 两个人的下场 我想说就是这个下场的前半截一样 都是在黑海被抓起来了 这软禁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对美国在出现想缓和 这个东西有共性吗 有啊 前面讲的这个 如果你从这个口号 这个国家战略的角度来讲 赫鲁晓夫那个三合两权很完整 和平共处就我们两国绝不发动战争 和平竞赛就是我们的经济发展 各走各的道路 我走社会主义 你走资本主义 咱们和平的竞赛 看谁跑得快 那么就跟乌龟和兔子比赛跑一样 那么和平过渡就是 我不推翻你们资本主义了 我们相信你们资本主义国家 一定会走社会主义道路 过渡到社会主义 通过议会斗争 议会道路 就这呢他没有放弃 他的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 因为你从和平过渡角度出来了 他不是讲他自己过渡到资本主义 而是说你们肯定美国 一定会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 那么当时苏联共产党 也其实花钱在美国 买了一个美国共产党 现在这美国共产党还活着 地点就在纽约市23街 曼哈顿岛的西23街 靠近第八大道的地方 那楼现在还在呢 这个共产党也 美国共产党 还有他的一些党徒 现在又换了别的面目 依然在美国非常活跃 就是说苏联对美国的这个和平演变 就不是美国演变和平演变苏联 是苏联和平演变美国 他当时蛮有信心的 这套主张啊 蛮彻底的 那么后来高博乔夫主张对美缓和 提出世界和平 我星期一晚上就是这个星期一晚上在这个 今夜很神经节目里 我特地介绍了一首苏联的这个 《哥布调夫时代》很流行的一首儿童歌曲 叫做这个 就是孩子们 同年 这就是你和我 这是一首完全歌颂这个全世界的儿童 在充满爱和幸福的生活中 共同的过一种和平的生活 而不要有任何摩擦对立冲突 那这个调子和美国也可以说是差不多的 那么结果呢 我们就知道哥布调夫差点被干掉 就赫鲁晓夫因为这个被干掉了 哥布调夫也差一点 就只是苏共的保守派 没有估计到军队会反抗 这个会判 等于他们的眼光是叛变 军队不肯开枪开炮 然后这个还有部分军队叛叛变了以后 投到了叶利钦那边去 最后让他政变整个失败 结果政变的人反而被关到牢里去 这个我们都还有记忆 是 是